苗栗县厚龙消防队6月5号 截火通报由老翁溺水 三十几名锦翼霄到场救援 全副武装坐上交罚 而要下水的消防员 因为要佩戴装备 所以没有戴口罩进行救援 终于在下午一点巡获老翁 锦翼霄赶快把人抬起来 送医急救结束请勿 没想到就在回去消防局的途中 一名控制交罚穿蓝衣戴红帽的义霄 接到自己在金元电子工作的侄女染疫了 所以被匡列围结束者 马上到院筛检也确诊了 让一起执行勤务的警霄相当担心 那我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那隔天第二天 我们就把所有参与的警霄益销 写起的员全部到医院去进行筛检 副局长表示 接火通报后 确诊者待过的环境 都有进行消毒作业 相关接触者快塞也都是阴性 但是还是有16名消防员 跟这名一销密切接触 需要自主隔离 虽然有大批人力 目前无法出勤 但副局长要民众不要担心 他表示工作分流都有好好实施 所以消防局的运作一切照常 TVBS新闻 谢古今徐立法量反应苗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